国际狮子会300F区总监季乃郑医师 结合基隆和乐狮子会 以及振兴校园狮子会 共同捐赠价值400多万元的医疗巡回专车 和相关医疗器材给基隆市甜蜜家族关怀协会 作为偏远山区巡回医疗防治糖尿病使用 这部车里面配备了很多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人 我们私有的服务 这些东西包括颜体检查 其实我们防治糖尿病就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一旦得了糖尿病以后 他有很多的合并症 这些都是合并症的检查 包括颜体检查机 包括足下肢检查机 还有这个芯片图 还有这个血糖 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又多了一个AED 万一我们在做这个服务的时候 有人身体不适 或者有人昏倒了 或者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昏倒了 这个行动的AED是非常非常的 能够救人一命 所以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这份爱心也获得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肯定 以及一向协助社区医疗群防治糖尿病 不遗余力的基隆市甜蜜家族关怀协会的感谢 他有一点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从来没有见断过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些 乡亲也好 包括这个山区的这些长者 可以说是真的是 从来没有休息过的 我看到他在为女夫的那个精神 还有他为我们这个乡亲的一个 医疗的一个防治 这方面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落实 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让前面家族和大家 能更有便利医疗资源的服务 谢谢 这辆医疗巡回专车上将配备 由血糖血压检测仪器 AED自动体外心脏除占器 视网膜眼底检查仪和足下肢动脉 硬度检查仪等检测 及防治糖尿病的相关设施 为偏乡山区民众的健康把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